這個題目還蠻難的 剛好我都解到 沒有全對 剛好差不多解出來了 我們就開始解題吧 看到是一個標準的 也不是說標準 一般也沒有很標準 可是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數字題 就是說 因為這些字都重複 所以不太可能問的是這些 呃 檳榔果 甘蔗 這些蛋什麼東西 不太可能是問這個 所以今天可能解的是數字題 第四題 數字題是 宇奧非常經典的題目 可是這一題又把它 的題型可能稍微再變化一下吧 算是一個非常美的題目 非常美的題目 非常美的題目 那麼我們要從哪裡開始解呢 一般的時候我會先把題目看完 然後再看問題 問題是什麼 他跟一般的題目不一樣 就是說 他不只叫你翻譯成中文吧 然後把翻譯回來 他今天 第A題 又問了一題說 檢閱預料之後 又缺失了單字X 可是進一步研究後 意識到 無缺失 省略 語境暗示 所以基本上就暗示到 所以他還問你們 就是說 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這個長得怪怪的 為什麼這個長得比這個還奇怪 為什麼這個長得一大串 為什麼這個長得有點畸形 為什麼這個 你知道的 為什麼這些就長得 哪裏哪裁 這樣子 那語境如何暗示這個單字 我現在不知道 等一下就會知道 嘿嘿 所以我們開始拿一節 我覺得 很簡單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邊有 但 但 但 那他們三個 共同相同的地方 是這邊 三個的結尾都是 ユーホリビシュ 這邊 這邊 都是ユーホリビシュ 那麼 都是他都在最後裡面 所以 這可以代表 是說 這個 指的應該是蛋 對 指的應該是蛋 沒錯 呃 那 同理 我們也可以 想到 這 幾個 阿達魯 這個剛好 喔 都是甘蔗耶 這麼巧 這麼巧 都是甘蔗 那麼看一下 バイガス 欸 這個叫 這個叫 然後 西谷 椰子 樹皮 的 什麼東西 反正都一樣 都一樣 代表我們的理論正確 最後一個的 剛好 都是 可以吃的東西 好 甘蔗不知道怎麼吃 喔沒有 樹皮啦 倒吃甘蔗 越吃越甜 好 簡單的解完了 這就是簡單的 這其實也沒有很難 這些有的沒有 大條的 這些 這些 全部 都是 數字 頁 從 開始 哪裡 從哪裡開始解 從 哪裡開始解 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覺得 個人覺得 我們可以從 Vivis 跟 Vivis 跟 Vivis Biabis 這樣子 一起解 你看 這兩個 只有差1 數目只有差1 13跟14 13-14 14-13 等於1 只有應該不用跟你們講 所以 這兩個Vivis 一樣嗎 那會不會說 R2跟Biabis 這兩個也差1呢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你們覺得 嗯 就暫時是說這樣子 好 然後還有一個很有趣的點是看到 數字會依照他們後面接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會是說 R2 可是 有會看到R2 B結尾的 有會看到R2 三個 三個耶 總共有三個 所以 就是說 這應該是數字 可是 數字也會依照 他們後面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看到 像 R2 它這邊 UH結尾 它這個 數字也跟UH結尾 它這個 GAS GAS結尾 它就G G結尾 這可能 我們可以推測說 G G 加G 跟加GAS 是有差的 好現在來了 現在又表演一個 非常奇特一樣的東西 呃 我 每次解析的時候 都一定會先把題目看完 就是說這邊也要看完 發現這樣很奇怪的東西就是說 為什麼 為什麼 這邊BU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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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ARARU 這邊BU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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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邊UHURBIS 這邊就用UHURB呢 所以 覺得很奇怪一個地方說 欸 剛好連到這邊ATOB ATOB 那會不會說 其實 這邊 這邊 你看一下 我說BURBIS 他就是直接把BIS接完了 或是BURB 什麼 BURBURB 這邊也是把RU接完了 就是BUR 欸 有沒有BURB 還有什麼 BURGAS 對 BURGAS 他就是把GAS接完了 為什麼 阿兔 為什麼 阿兔要偏偏 只把他接到一半呢 難道是 阿兔不爽吧 後面的接完 也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 阿兔 會不會是 等一下 等一下 讓我想一下 UHURB 會不會是 單數 然後 要接X 才會變負數呢 其實 好像就是這樣子 好像 等一下 好像是這樣子 對 是這樣子 沒錯 對 是這樣子 沒錯 所以 阿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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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是 阿兔 UHURBIS 這個 很傷腦筋的 這樣就沒了 我們可以把第一個解完了 這麼快就把第一個解完 我們現在才 八分鐘 有點 有點久 可是是因為我 剛剛一直在 講廢話 所以 一顆蛋 就說這樣是one egg 所以他像這樣 T結尾 B結尾 G結尾 這樣就是單數 那假如說是 BIS結尾 或是GAS結尾 或是RUH結尾 這樣子 就是 複數 對 剛好這些都不是E嘛 對 所以這個 理論還蠻 可靠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 阿兔 我們剛剛說這個 這兩個差異 那會不會 這個就是2呢 這是1 這個是2 然後這邊 2是接 BIS 這個BIS 是接這個的 就有點像中文的量詞 一種 你懂嗎 像中文的量詞 這樣 所以大概就是BIA 這個就是2 跟 就是跟 那個 BI 很像 BI 是有的意思 如果是 歐洲語言 這樣子 可能是巧合吧 這邊是哪裡 八部牙牛吉 應該是巧合 應該是巧合 不會飄那麼遠 對 那麼 我們到哪裡呢 對 BIA 一個一個一個 非常 非常 證據 我們就說是證據好了 可靠證據 這個為什麼這個是1 這個是2呢 這個就是2 加1 等於3 剛好 這麼剛好 所以你看2 BIA 加複數的結尾 跟1 加 單數的結尾 H 就2加1等於3 然後三個甘蔗 這個也是甘蔗 所以就甘蔗 三隻甘蔗 Yeah 很簡單吧 是這樣子 大概2加1 你看到這邊是2嗎 這個大概我們就推說 這個是4 就說 4加2 就這麼簡單 跟 I know what BIABIS 那會不會是說 你知道嗎 它這個是2 那麼 會不會 先跳過這個 先跳過這個 這個是2 這個是4 這個是1 那應該大概就是說 很簡單的 就是說 呃 就是這個 2 乘4 加1 然後這個就是大概就是說 這邊有一個2 這邊可以看有一個2 這邊有一個1 這邊有一個1 都不起來啊 都不起來 2 1 1要怎麼抽到13 你 你 光是你用 你用那個 次方 你用次方來說也沒有辦法抽到 43 你看2 1 1加1等於2 2的2次方是4 4在這邊 13怎麼 怎麼抽到呢 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 看下去 我們就 假如說是1 就是1 就是2 我們就說這個是12 這個應該很合理吧 大家 大家現在應該都 進度大概跟得上 呃 我是怎麼覺得啊 我不知道 感覺會講的還蠻慢的 因為現在已經13分鐘 哇哦 我真的講廢話也講蠻多的 哇哦 所以就12 11 12 耶 就是這樣 那麼 阿拉曼 就是26 那是2 24 我們可以看到 12 24 這是在 呃 呃 在樹木 樹木問題裡面 很常發生 就是說 一個 鏡位 一個 bass裡面 很常就是說 雙重 就可以成為一個 然後有時候還是 就是數字不一樣 所以他可能對 12 如果對12 有專門的數字 6大概也有專門的數字 24 也有專門的數字 這個 其實非常正常 呃 所以 很多東西都是憑感覺 其實如果你解 題目解多 就會就是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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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內化 我會講說是內化 我通常都講是內化 因為別人都不信 所以 這個大概發生什麼事 I don't know 這個就是6 那我剛剛在 我剛剛在 刷什麼 這個 這個很簡單 這個就是6 這是 真的是 那這個大概就是 6 等等等等等等 6 加 2 加 1加1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說 那 假如說 這後面的4 假如說這邊前面是 這邊前面是4比2大 可是這邊是6比4大 那怎麼加呢 就是2加1加1 那這個1 就是用負數的 這個1是用單數的 很複雜嗎 對 就是 就是這麼複雜 對就是這麼複雜 我已經 已經到一個不意外的地步了 好 那麼可以看到 我們剩3個 因為我剩下3個 其實不太好說 你要用湊點 你看2 剛剛說的2 1 1 怎麼抽到3 2 1 2 2 1 他們是 只有兩根手指嗎 為什麼只能數到2呢 看這個 2 1 2 1 要怎麼抽到2 2 3 也沒有人知道 那這個 阿諾威比阿比 剛剛不是說6嗎 6跟2 6跟2 6跟2怎麼變啊 26呢 神奇的地方來了 就是說 嘿嘿嘿 你看到 檢驗預料後 有有有 單字X 那單字X是什麼呢 單字X會是什麼呢 通常省略 那我們是不是 省略了什麼東西呢 看到2 1 1 那那 會不會 我們想一下 阿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比較 6跟2嗎 假如說 6 他是敬畏過 假如說 你看他已經省略了 假如說 6跟2 會不會是說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說 6跟2 5會覺得 我會這麼覺得 假如說 你看6 6 2跟2 1 1 你會不會覺得說 可能是 你把 你試試看把1 減掉 跟把2 減掉好了 因為通常 一個 禁略 他都是一個 什麼 乘什麼 加什麼 這樣子 然後再在這 某些特殊語言 可能是減什麼 可是那些就是 例外 不要不要這麼講 啊哈 然後就是說 好 把13把1 減掉12 26把2減掉24 欸12 24 12的2倍 欸怎麼這麼剛好呢 怎麼這麼剛好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所以24 欸剛好兩倍嘛 欸怎麼這麼 好巧 那麼巧 就跟 在路上遇到親戚那麼巧 對 6 那就把 24 啊6啊 這不是乘以4嗎 這就是乘以4嗎 這麼簡單 原來是這樣子啊 就是6乘4 加 啊6乘4等於什麼 6乘4等於24啊 這還用問嗎 就是6乘4加2 哇 哇 那幹嘛沒事這麼麻煩呢 你看人家都有 你看人家都有 人家都有24的講法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 6乘4 你看 你明明就已經有一個24的數字 你沒事幹嘛這樣子 你看你還 故意玩人家 你就說你看6一個2 還故意把它省略 哇 這是什麼情景啊 那麼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會 有這種神操作 你懂嗎 為什麼會有這種神操作 呃 我們把剩下這個解完好了 等一下 21211嗎 我們剛剛不是說那個 4 4 211嗎 所以我們把2 等一下 等一下 是212嗎 等一下 等一下 21221 喔 2121 哇 一定就要這麼跳通 好 好 不要緊把一個弄掉 21221嘛 那我們看一下2 那假如說5 因為我們只是以6 喔 欸 我們只是以6 6024 可能是以 它那個底 是6 它5還是可以繼續加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不給它加到 喔沒有它是5 喔 我數學不好 對不起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會這一點 可是我 這邊只有數到26嘛 你看 三位數 這只有兩位數 這個 這個小學 小學等級 OK啦 OK 這個 212嘛 21 那我們試試看 把 23 喔我們剛剛說3是怎樣 34 喔這邊沒有 可是這邊 4都2加1加1了嘛 那3會不會是2加1呢 對嗎 嗯嗯嗯嗯 23減3點20 2加1加2 嗯 還蠻 還蠻奇怪的 可是我們就說 搞不好是這樣 應該應該應該是這樣吧 應該是這樣吧 所以就 完了 哇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 6 9 11 就是少了 3粒 剛好有3粒嘛 3 6 9 11 剛好少了單字X 那單字X是什麼呢 單字X就是少了那個4嘛 啊那個4又是什麼 那個4就是尼爸 尼爸 所以少了就是尼爸這個字 3粒 就是6 9 11嘛 還暗示了什麼單字呢 就是說是4的關係 那麼 為什麼 你看人家就有24 你幹嘛一定要64呢 你看 你幹嘛這麼複雜呢 這就跟為什麼有時候 你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蛋 有時候是12顆裝 有時候是10顆裝 那搞不好他們蛋就是4顆一數 你知道嗎 然後就跟他們 你看 你看 就是因為只有蛋跟甘蔗才會發生這種事 會不會甘蔗他們是4個一捆 就是他們就是以4個來數的 那4個來數 那比較方便 就是他們 買賣嘛 人家還是學到生活的 人家賣東西 4個一數的 你看其他 冰狼果 欸沒有啊 沒有 而且很重要的是說 你看他到24 你看 4沒有 24也沒有 他一定要到3以上才會發生這種事 就是這樣 非常奇怪 然後 就是說 只有蛋跟班之後 才會發生這些事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這些 答案裡面 就是 4跟8 才會有 就是這些比較正常的數字 那麼 大於3之後就 就直接加T或是加固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是 你知道嗎 加固 加T 然後2加1 或者2加1加2 這樣子的 而且喔 這邊的1是 複數的1喔 所以他數字 他1還有分單複數 對他1還有分單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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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對所以大概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 我們可以 如果還記得的話是2加1 這邊是1 我們剛剛這邊有寫出來嗎 欸 1 顆蛋 4加1 這個是 2加2加1加2 有人會發現為什麼這個5跟這個5長得不一樣 會發現 應該是 你看 甘子又是甘蔗跟西谷椰子樹皮 的算法不一樣 可能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可能甘蔗跟蛋 還有檳榔果跟西谷椰子樹皮 這兩個 其實算法原本就不一樣 你看 你看 對啊 就是說他們可能是以4個一屬 你看 甘蔗 他這個也是4個一屬 蛋也是4個一屬 你看 可是 你看 檳榔果 啊這個為什麼就不用 你知道嗎 4加2 對對對 4乘2 2乘4 為什麼不使用 應該8嘛 9是2乘4加1 那為什麼檳榔果不用2乘4呢 他本來就是算法不一樣 不要計較人家 所以他檳榔果是怎麼算呢 檳榔果是 嗯 24加2嘛 所以 檳榔果就是 檳榔果是跟樹皮一起算的 所以 是得比較怪 他們屬4就是2加1加1 所以就會發現是這樣子沒錯 11顆蛋 11顆蛋 我們看到11顆蛋 他應該照理來說是 2乘4加3 2乘4加3 那那個2乘4要留下 是 然後 他那個3 應該是 因為他那個 哪裡有看到2加1 對這邊 蛋是跟甘蔗一起說 所以他3是這樣說的話 如果3跟甘蔗一樣說的話 就是一樣 可是是接的是 呃 蛋的結尾 所以是加Biz跟Blu 20顆蛋呢 20顆蛋就是5乘4 可是就只有5而已 所以你就講5 可是5要怎麼講呢 5是用 2加1加2 所以是BioGu Atugu BioGu 然後再講蛋 BioGubis 那 25張西古椰子樹皮 你是用正常的方法數 所以你看25個嘛 所以基本就是24加1 所以就是阿拉曼 阿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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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 那麼 大概這一題就這麼完結 正式考試是6個小時嗎 5題 6乘 60除以5 這樣是多少 72分鐘 那你只花1 3分之1的時間 就把它解出來了 剛好24分鐘 3分之1的時間 剩下的時間你可以拿來幹嘛 就把 就把那個 你看 需要詳細論證 所以你需要解釋 所以你其實很多 你解題很多的時間 其實是花在寫 這些規則 這些解釋裡面 大概要花 就是 相同的時間吧 幾乎 很多都是 你把這些規則 歸納起來 也是非常耗時間的